大家好,我是贝贝 不行,两人就这样闹了离婚 七年过去了 由于租客跑了,男主就来到之前住的屋子里看一看 不料屋子满是狼藉 在收拾屋子的时候,突然门一下子全部关闭 而且阁楼传来了响动 他拿着手机,隐喻看到了死去的儿子 吓得他死都没憋住就晕了 起先以为是邻居家的孩子 后来才发现,真是没有看错 真的是儿子,还和他打招呼呢 男主感觉自己疯了 赶紧开车去到前妻女主 他和女主说儿子活了,赶紧和我走 女主认为他应该是胜虚出现幻觉了 让男主回去补肾 无奈的男主一个人在家 突然门一开,女主还是来了 他拉着女主将去阁楼上看儿子 谁知儿子自己出来了 还戴着个面具叫女主妈妈 女主接受不了,认为男主是在和他搞恶搜剧 一巴掌把男主的脸打得和馒头一样肿 男主赶紧找了一个灵媒 灵媒说鬼在这个地方不走 顺便还有未完成的心愿 于是男主就回去问儿子想干嘛 儿子说他想妈妈了 还想要一个之前男主就担心给他买的火车玩具 男主了解到后就赶紧找来了女主 女主看到自己的儿子真的不可思议 太感动了 但是要抱儿子的时候却根本碰不到 两人就这样一起照顾儿子 但是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两人应该是火锅吃多了 又提起车祸的事情 就开始吵架 正在这个时候 屋子里的玻璃全部炸了 原来是儿子生气了 他想让男女主重归于好 于是他们手拉手开始一起陪儿子玩耍 做了很多浪漫温馨的活动 日子一天天过去 男女主的关系越来越好 虽然离婚了 但是晚上还是做了成人运动 没想到第二天 女主的绿帽卸任丈夫就早上门了 女主最终选择了男主 晚上儿子给男主解释 他为什么还没有走的原因 其实车祸大天 妈妈是给他吸了安全带 是他自己探玩解开的 这才是他死亡的真实原因 男主如梦初醒 很后悔 这天儿子在玩男主买的火车 突然说自己真的坐过一回火车 男主一琢磨 知道是儿子在去另一个世界的时候 这时儿子说了一句 让男主琢磨不透的话 他说妈妈还要陪他一起坐火车 男主有点心慌 立即去找女主到底怎么了 原来女主在离婚后就得了白血病 现在已经是晚期没得救了 男主哭得稀里哗啦 抓紧机会 三个人度过了最后的欢乐时光 女主不行了 躺在病床上抱起儿子 他们一起去了另一个世界 从此男主家再也没有过动静 虽然妻儿走了 但日子还是要过 临随的小女儿过来 让男主去他家玩 因为他的妈妈也是单身 男主开始了新的生活 剧中 这部电影虽然有伟 但是不恐怖 是个温情的恐怖片 这么浪漫的剧情 导演一定是个女的 好啦 今天的恐怖电影就分享完了 喜欢就关注我吧 拜拜